节目又多 无数个的90度鞠躬 24小时7天待命 这超级非常泛滥的地方 你有后悔多吗 最大的遗憾 不知道小孩那个一岁之间是 怎么长大的 所以你是个开路人 我不敢这么说 那你怎么看到花希子 喝喝水 我是阿泰 今天对谈李子佳 85后River三股创始人 连续创业者 从电商微商短视频到产品 他如何跨越互联网10年周期 从国企大厂到创业 打造喜库爆品的道理 做对了什么 就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就是我做了一段时间的 这个兼职的创业 两个项目同时并行 第一个是帮一个TP公司 去做他的几个 核心店铺的这个搭建 然后同时呢 我还做了一些微商的事情 甚至连微商都没有被定义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到底在做这个是个什么 我就是通过微信赚了钱 那个时候流量怎么来了呢 我就在微博上面去写文章 然后卖一些这个二手的奢侈品 然后再把它们吸引到微信里面 进行成交 我把奢侈品的所有的这些品牌 文化故事 输出成这种不超过70字的 或者140字的这种小文 你只需要输出就可以了 我每天大概有二三十个这种 精准的客户会加进来 而且都是直接的客单 可以够到一两万的人 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 就零货客成本 那承担率呢 承担率很高啊 你只要有这个东西 而且他要找东西嘛或者是你的朋友的货源里面正好有这只东西 你就可以转换给他 所以在兼职做这件事情的情况下 我也累积了有个几百 一两百万的利润 用一年一百万 不到一年八个月吧 八个月一百万 将近两百吧 将近两百的利润 那其实在那个 信息差是很大的 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一笔财富 那这个钱其实可以满足你很多需求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去打赏上班呢 我觉得能赚钱 但是我找不到成就感了 这种只是赚钱的项目 你还是表示怀疑的 你会觉得他的可持续性强不强 第二你是没有组织配合的 我只有一个同业的商家 我们来互相换货 我自己就是文案 然后我老公回来帮我做一些拍摄 就是这么几个人 你没有一个所谓的格局提升的载体 那个时候又到了新的一个创业的代际 属于欧投的创业代际 你应该也经历过对吧 就是已经安耐不住了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回大厂了 我要继续从主管变成经理 我要去掌握更多的资源 去解决一些更大的命题 还服务更多的平台级的用户 就在都到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 我发现我怀孕了 你这个时候你自己怎么办呢 就是你都不用跟HR聊嘛 除非你骗他 对你也骗不了 对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入职的 然后把孩子生下来 就收到了一个两份offer 也是邀约了 邀约创业 那一个是回到杭州 这个二手奢侈品的交易平台 就是我们先帮你验证真伪 然后再形成一个 有保障性的这样的一个交易 叫爱丁猫 是阿里的一帮 技术性的人出来创业的 然后第二个项目呢 也是跟奢侈品相关的 相对昂贵的产品 你要保养它 你要修复它 那个项目叫包整法 我们选择了后者 我们做了什么呢 第一呢 你可以想到原先 我们去修个鞋 修个包 都不是去汉黄这样子的连锁店 那老板就是工匠本人 但他其实每个月经营下来 可能就五六千块的一个盈利 所以我们把这样子一些老师傅 从原先街边修鞋的 汉黄里面的老板 然后招募到了工厂 做集约化的生产管理 然后让他们的这些工艺 原先要靠师徒带领的这种模式变成 我们把它产品化 把它梳理出来走成 一部分工艺不是就被分解出来了吗 它就啼笑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傅 他从当老板 赚五六千可以变成 当我们的技术总工 或者是技术员 变成一万多块的收益 然后我们也会去招募一些 几个残疾人 然后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交流 但是他的动手能力还是不错 他可以做着作业 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一种 自我认可感 就是我们在帮助一些人 这是后端的创新 其次的前端的是 当时我们提出了 我们要成为大众铁铭的 第一个五星级好评的服务品牌 然后我们也做到了 做到的方式除了 真的把东西交付好之外 就是极致的理赔 我们要把仪式感流程 做得妥妥的 我就无数个的90度鞠躬 而且都是老板下场 就我当时也自己 把自己当老板 然后或者是我的老板下场 搞不定的客户 然后拨在一起哭 最后我又去做 流量增长的环节 刚好遇到了 微信公众号的红利阶段 但是我们感觉 已经累积投了五六千篇 这个公众号文章了 我们能肉眼看到 就是获客成本的提升 从80多块 一直投到了500块的获客 可是我的 我单客的一个生命价值 可能500块都不到 已经有很大的疑惑的时候 我看不到 下一个解题思路在哪里 然后老板说 你还要继续投 我知道最后是 他自己卖了房子 然后做了非常多个人的补贴 甚至到了精神的 失衡的一个 非常恐怖的一个阶段 一年多之后 大家分得到扬镳 但是我感觉 就像过了三年那么长 因为根本没有休息 24小时 七天待命 我的孩子就在那个时候 从三个月的小孩 变成了一岁多的小孩 我甚至都不知道 他是怎么长大的 我每一颗奶 每一滴奶 都是我挤完之后 带回家 然后存着给他喝的 从来没有侵畏过 因为永远回家 他都是睡着的状态 然后我要抱他 到他后来有意识的时候 他都要推开我的 因为我一抱他就要哭 他怎么认识 他不认识我 所以我记得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把他抱起来 然后因为 我跟他相处比较少 他就要推开我 或者说哭 然后我妈一接过去 就不哭了 我说他哭 你也让我抱 然后我妈就在旁边的语言 就是 你这不 你这种当妈 一定是小孩睡好才是关键 你怎么能为了自己抱他怎么样 就责罚我 他无法理解说 其实那一刻 我只是希望跟他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处 疗愈的过程 我觉得女性创业者 有这个弱点 在孩子的事情上 是有一些缺失的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做个户 媳妇相关的这个产品 有一个瞬间我是记得很清楚 就是 奋斗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在自己的床上 拿着一本书 点一个香氛蜡烛 悠哉的过个一个下午 没有的 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放松 所以我想做一个东西 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那Riverr 最一开始 我们有想过香氛呢 17年我们看到的香氛的数据 你在市场上看 都是极其低廉的产品 要不是上去就非常高位置的 摄氏品牌 还有没有什么陶条的劲儿 所以你要稀奇一点 你要更新奇特一点 最后我们聚焦到了一个浴室场景里面 20分钟治愈的泡浴球 作为我的创业的第一个项目 怎么想到泡浴球 这个具体的东西呢 在我脑海里面 一直是有一个品牌在的 就是Lush这个牌子 那你这个时候就会问 这么好的品牌 为什么没到中国来 反正就有各种原因 是暂时进不来的 而且是可能比较长的时间来 都很难进的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机会 而且相当于有一个 这么好的老师在前面 以及他的商业模式的D2C的 他只靠门店去拓展的这个模式 对于中国的商业环境来讲 他其实是阶段性不占优势的 一个巨大的市场缺口 同时一个龙头又无法进来 对 同时他的模式呢 又可以在中国有更多的创新 对 所以我只需要解决一个命题 我不要跟他一样 我也不要抄他 只是他把它做到极致了 所以他给了我一个很高的标准 你已经没有办法容许自己 做一个60分的东西就交差了 所以当我们就仅仅解决 这个泡浴球的一个工艺的问题 大生产的问题 我们就走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两年时间其实没有营收那个时候 只是纯研发 对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问 这个东西你不能找个代工吗 我觉得代工都是做不到他的 所以视频是我们当时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一直扒到了他2000年的视频 扒了十几年 他都在YouTube上面有录出的一些 我只要能找得到他的视频 找到他的书 我都去研究他那个球 到底怎么做出来的 你根据视频呈现去倒推 当然背后有配方学的这些结构已经有了 可是有的时候配方组在一起和他的加料的先后顺序 就是工艺顺序以及他的工艺环境 就是你们拉开巨大距离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找代工厂的话 代工厂就是做到了那个70分就永远70分 而且配方再也不改了 就是永远换换量换换相近结束了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也被这个东西误导了 就是没有人会把真正的商业家 只在他一个how to make的这个视频里面 发出来 公范给你的 但是我们就在这个视频的这个工艺顺序上 我们反复做了 我觉得没有过万应该也有上千的此数的测试 后来也是在一些偶然的环境里面 我们倒序了一些投料的方式 同时也换了一些色粉的添加的模式 这里我就不惜说 就是我们跳出来之后 我们找到了解体思路 所以就歪打正着吧 那个时候一年半 然后我们的环境也从早期在厨房里面做测试 到后来晓得这个作坊式的实验室 再到今天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是第四个厂房了 所以就是特别草根的一种历程吧 那这个过程你会焦虑吗 这一年半两年 第一你没有收入 第二你全部在做研发 你也不是科班出身 你所有都是用最草根的方式去做 在失败中产生自我怀疑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事是不是能成 会有这样的情绪吗 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怀疑 因为你有一个精神品牌 我不是买过他的书吗 我发现他们两口词 就是自己这么在厨房里干过 就有人干出来过 而且很多美国的这些护肤品 包括发品 包括湿滑扣 他们当年就是一个小的创始人作坊 他就是靠自己这么一点点去测试来的 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我是没有怀疑的 但是压力是真的很大的 就是反复出来的东西就出现不稳定的问题 就是很折磨 那在这个日化喜护这么竞争激烈的一个领域 一个新的品牌 怎么走出来 怎么冲出来 我觉得比较大的一点是我们从赛道上先选择了 还没有被发现到的一些潜力品类 潜力的赛道 比如说我们的浴球 我们的沐浴油 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做品类创新和新赛道的挖掘 第二个即使是在传统的甚至已经很大的鸿海赛道里面 我们也发现还有解决方案上的创新着力点 就待会我带你去看一下 可以 那当时其实是一个我们在固体的预报里面已经是创想很长时间 但是我们要快速让人知道我们需要它的话题性和它的这个冲击感更强 所以我们把一个泡澡的浴缸 然后拉出一条彩虹这样的一个画面真正的实现了 一彩虹 对 在浴缸里面 这个当然是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的员工 然后发了一场视频 结果那条视频点赞一百万 一百万点赞 真的点赞一百万 然后这个就是第一次出宣 第二次的主推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东西那么多人关注 而且还是零成本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自己又开始围绕它 又拍了很多的一些TVC的内容和短视频的内容 对 当时的成本也是蛮低的 但是我觉得背后它的发现是说 你通过你的这个差异化的品内和创新的这个解决方案 在社交网络上是会有很多人是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他其实没有见过这样 他没有见过 然后你告诉他 他其实是可以拉来泡澡 然后疗愈身心 也可以有一些舒缓的功能 我们除了能够这样子拉出彩虹的 吞射型的预报之外 我们还有那个旋转的一些螺旋桨 爆炸的火箭 那我现在可以进去泡 行 记得呼吸 开玩笑 我给你看一下 就是我们做品内创新 两种思路好不好 这样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经典的那个巧克力套盒 然后我们当时解决的 其实就是场景的问题 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折叠的这个泡胶桶 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礼盒里面 配置几颗不一样功能和款式的这个泡胶球 然后不一样的这种使用的方式 你看这个东西 它其实还是一个折离 看剔透晶莹的样子 然后它是变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它挤的过程 首先它是剔透晶莹就很疗愈 然后过程中 然后搓揉起泡 再就是你看我们 这个品虽然我们还没有怎么太主动推广 但是这也体现了我们一个思路 就是在使用便利度上的一个提高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你用泡胶染的时候 多数都是这样子摁 这只手接 然后这边已经滴滴答答的一堆 然后微薄 然后已经很多颜色沾染了 然后两只手手忙脚乱的去做泡胶染 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说我能不能解放出一只手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漏斗的形状 这个漏斗就让它形成一个小碗 然后我可以单手进行按压 它首先是非常顺滑的 你可以试一下 而且它单次可以挤出10用20泵 你就这样子挖着用 那你做了这么多事 买卖二手食品包做成了 做微商 那个时候不叫微商也做成了 可能有历史有其他的原因 对那做River也做成了 这么多不同领域的不同模式的 你说生意也好 商业模式也好 或者产品也好 你有一个方法论吗 我原先觉得我是有方法论的 一度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洞察的一种 就是先把这个事情的着力点先想清楚 比如说这个产品我的亮点在哪里 我一定要拉得死死的 它也就是最终你交付给消费者那个价值点 之后我觉得后面就是倒推解法的一个过程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首先你定了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你最终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状态 它可能是什么样的 可能有对标 那么我通过这个东西去拆解 我要走的路径是什么 以及我现在的资源禀赋是什么 我有的能力是什么 然后我再去看 我需要做什么 需要团队吗 我需要买什么原料吗 我需要干嘛 所以是这样的一套方法轮 一个路径去拆解 对可是一样当公司是一个产品的时候 它的题其实是更难的 我不觉得我跨越了这个事情 我只能说在一个个的项目上成功了 但是在公司建立 或者说一个品牌创立这么长久的 这样一个历程里面 我还是个学习者 当然如果每个人都像一个 我这样子的小兵 都在每个环节里面用我这个思维 我觉得也行 可是事实就不会这个样子 你设想的是100个和你一样的人 对对对 在做各个岗位的事 这是走偏了 那你有没有被抄过 其实预报的被抄 那是必然的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品内里面 就是算是第一个发起在中国 所以在我们出现之前 甚至天猫都没有这个固体预言这个品类 所以你是个开路人 我不敢这么说 这里面我比较痛心的几个抄袭 三股的慕斯 我们当年是用的纯温和氨基酸 甚至是乌类的这个一个配方结构 加上它的七五罐的结构 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卖69块钱 相对也还是在中端的这个价格断 但是后来跟进者 其实它就把里面内料的一个安全性 各方面的级别都降低 用糟基 用硫酸盐的体系 成本可以降到一半左右 然后再卖我们三分之二的价格 之后它拿到的 就是对于这个品内的一个负面体验 对吗 因为它买到的不是你正版的三股 它买到的是别的替代品 可是替代品给不了三股 宣称给它的品内体验 最后它对于这个品内整体失望 当然有些人 它重新跟踪之上之后 它不断提升它的品质 变成了这个品内的第一 它首先有商业上 它用了跟随性的策略 虽然这个洞察原先是你的 那你不得不服人家在商业上成功了 这一类我是尊敬的 然后还有一类的抄袭是 对我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一个事情 就是所谓的上市公司 来寻求一些投资机会 那在这里面 其实你的交互除了说 像我们现在这样理念层的交流之外 我们要到技术层 要到你的商业解决方案 要到方方面面的细节 甚至一个项目资料 我要累到一百多页 我在这个过程中 大概对接了三家上市公司 我觉得一方面 就是上市公司有没有投资意愿 可能是来自于商业决策 但是投资的取舍 还在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一些 他的自由品牌 直接借鉴了你的商业想法 我们也曾经听闻过 国际品牌 收并购中国品牌 是为了并它的渠道 甚至是为了让它消亡 然后为它自己的品牌留出位置 所以在这个赛道里面 就是最聪明的一部玩家 在做着最惨烈的竞争 抄袭会让你更加的 觉得自己的能量 微薄还不足够 你的成长的步伐 还有很多路要走 最终还是强者 能够明出 就是你不要让我看到 一丝希望 拍死我好了 你要么就让我死翘翘 只要我没死 我好像还能想到一些结法 我就要拽着这个东西 顺甘摸上去 留下的那句话叫做 高峰再见 那你怎么看到花戏子 喝个水 不能做一个 什么总结性的回答 但是我至少可以 明确地讲到 他这一次的公关应对 我认为还是过于的 劲走偏锋 品牌它未来要扶证 目前的口碑的话 它要投入的代价 是非常昂贵的 它本身用玉米这种烹化 就能够实现这个填充效果 所以它是能吃的 是能吃的呀 它挺好的 甚至还有点回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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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去做River的这个无聊填充 不提倡 不提倡 我们不是食品公司